看这里的大公鸡 天天被这个鳄犬追咬着 这鸡的品质能不好吗 这个大鸡怎么卖的 688亿哥 你吃过这柜的一只鸡多少钱 如果有人一只鸡卖你688块 你会不会觉得它是在抢钱 大家好我是星哥 今天来到的是甘肃临夏 听说临夏这家山庄 把一只大公鸡卖出了688块钱的天价 我们今天特地来打卡一下 看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神仙鸡 能够卖出这样的天价来 来柳哥我带你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龙虎家养的老公鸡 这28斤的跑山鸡 吃起来特别香 来柳哥你随便挑随便选 哪个鸡都可以 都是四五男的老公鸡 这怕不好抓吧 给你抓 来 来 来 这这老公鸡 啊 啊 好,就它了 哇,这儿关的,看一下 这蹬起来绝对美味 这是公鸡中的战斗鸡啊 看这爪子 这个鸡有多重啊? 这个鸡有8斤多,这个有5年多的鸡铃 这个大鸡怎么卖的? 这个688,我们店里卖的 怎么卖这么贵啊? 这个有便宜的鸡,那些鸡都不一样 这个品种不一样,这是老鸡嘛 冻出来特别好吃 看,活力四射 天天被鳄犬欺负的打工鸡啊 来刘哥,我们回去冻打工鸡吃 像这种年纪大的鸡是不是做起来都费劲啊 特别费劲啊 别小瞧我这一架子的锅啊 它的价值呢,上十万块钱呢 多少? 十万块钱 像这一口锅呢,它就最少也只有五千块钱 这是什么锅这么贵? 这个锅是西藏木头石锅 你看,它随便扣一下,能扣下来 其他的石头扣不下来,是吧 你看,嗯 它像粉一样掉下来了 对,它是造势 那它这个会不会掉到汤里面去啊 在炖鸡肉,炖羊肉的过程当中呢 这种食材的一种微氧元素能轮进汤里面 对人的身体,大家想想,肯定是会有好处的吧 像这个锅我们用了十多年了 这个锅是纯手工的 这种锅现在再也做不出来 那今天用这个锅给我们炖个鸡 对,今天咱们用这一口 我们店的可以说是 正尖之宝 正尖之宝 给大家做个石锅鸡 炖鸡鸡 好 我们很期待这个石锅出来的炖鸡的味道 这个宝 这个宝 这手掌先吃上去 这个就是你们的秘密调料 对 别人熬鸡汤都用清水 你怎么用这个高汤熬啊 我们家的这个高汤呢,跟别的不一样 是用牛旺子锅熬的汤特别咸 用它来炖鸡的话 味道更加是鲜上加鲜嘛 特别好吃 我们西藏这边都喜欢用这种 我们看这个里面的果实 它这个锅温度特别高 保温效果特别好 这是经过五六个小时的炖煮啊 这个香味已经飘出老远了 虽然已经放了一会儿 但是这个依然很烫啊 这个石锅的保温性非常的好 我刚才特地问了一下老板呢 为什么他们的鸡脉这么贵 因为他们用的这个参也是不一样的 是人生中的爱马仕啊 就是这种手掌参啊 这个鸡汤喝起来这个味道特别的醇厚啊 而且这边的人他比较偏啊 这种辣啊 所以他这个鸡汤里面 放了这个大量的胡椒粉和辣椒啊 但是辣椒的话 它是以刚才那个调料袋放进去的 所以叫做吃辣不见辣啊 这是我喝个最好喝的鸡汤啊 确实味道不一般啊 我们再尝一下这个五年老公鸡这个肉啊 怎么样啊 好烫 哇 经过五六个小时的盆煮啊 这个老公鸡啊 依然保持它的弹性啊 听一下这个声音 了解了沟公翠 太好吃了 就是太烫了啊 就是心急也喝不了这个热鸡汤啊 六瓦八十八一只啊 看似很贵啊 实际上大家看一下 这是满满的一个打实锅啊 这个应该够七八个人吃啊 而且光这一只锅都在五六千块钱 你想一想 用这么名贵的锅做出来的鸡 它能不贵吗 如果南方的朋友啊 来林夏这边的话 吃多了牛羊肉的话 也可以换一换口味啊 来吃一下这边的老公鸡啊 这个老公鸡 用这个石锅喷出来啊 味道确实不一般啊 而且这个鸡的话 它是这个鸡汤的话 它是用这种牛大骨啊 这个汤掉出来的 鲜上加鲜